圣徒永恒的安息 第二章 对圣徒安息的四项重要预备 如今通向天堂之路 不再像律法和咒诅掌权的时代那样 是封住的了 亲爱的基督徒 我们因此要找到主给我们开的那条路 这路又新又活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借此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能有更充分的把握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还要看到 那把发火焰之剑已被移除 我们又能忘尽上帝的乐园了 因我知道这绝不是进场的果子 而是可作食物的果子 可约人灵里的眼目 它也是一棵能教人有真智慧 真快乐之树 极其令人向往 所以我要靠着圣灵的帮助 不仅自己摘下来吃 且尽我的能力给你们大家吃 让你们也能够受用 这殿的狼子十分辉煌 那殿的门叫做美门 以下是作为这狼之防角的四件事 一 上帝的爱子在大荣耀中再临显现 这完全可以算作他子民的荣耀 因为上帝的爱子正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曾降世为人 受难受死 复活升天 他再来也定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基督再来是要收取子民 归给他自己 他在哪里 叫他们也在那里 新郎不是因离婚而离去 他也不是要离开我们 一去不返 他留下的信物 足以让我们确信 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有他的话语 他的诸多应许 他的胜利 表明他的死 只等到他再来 我们又有他的圣灵引导我们 安慰我们 使我们成圣 只等到他回来 我们时常得到他的爱的名证 向我们显明 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应许 也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每天都可见到 他要来的先兆 我们既看见无花果树长叶 便知道夏天尽了 尽管放纵的世人说 我的主人必迟来 圣徒却要翘首仰望 因为他们得熟的日子尽了 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啊 主若果真不再来 我们如何是好啊 我们被留在怎样不堪的情况之下 难道他会让我们置身在世上的狼群 狮子群 毒蛇种类中间而忘记我们吗 难道他以重价赎买了我们 却任我天天犯罪 受苦叹息 然后死去而不回来接我们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岂不是像我们对基督一样冷酷无情了吗 我们在世上稍微温暖就不再亲近他 可基督对我们却不是这样的 他既甘愿将士受苦就必定凯旋再来 他既甘愿将士赎买我们就必定再来得到我们 若非如此 我们所有的盼望又何在 若非如此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流泪 我们的等候 又会遭遇怎样的下场 若非如此 基督徒一切忍耐 有何价值 若非如此 我们岂不落得比别人更悲惨吗 诸位基督徒啊 基督不是让我们撇下整个世界吗 他又怎会将我们撇给这个世界呢 他不是让我们厌弃一切 又怎会容我们被所有的厌弃呢 这样做岂不都是为了他的缘故 为让我们得着他 而不是他以外的一切吗 难道你以为在所有这些之后 他竟会忘记我们 离弃我们吗 让这种想法远远的离开我们的心吧 可当初他在地上时 为何不留下来陪伴他的子民呢 你问为什么 难道他在地上的工作没有完成 难道他不必去为我们得荣耀 难道他无需向父替我们代求 无需让人知道他在受苦 无需充满圣灵 又拆他来 无需取得权柄以征服他的仇敌吗 我们世上的居所不会长久 假若他留在这地上 我们只能享受他 不多时日便死去 又如何是好啊 而且在天上 还有更多的子民与他同住 其中还包括历代圣徒的灵 他要我们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眼见活在这地上 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啊 主亲自从罪孽 中罪人及坟墓的禁锢中将我们释放的那一天 将是怎样的日子啊 他来时不会再像他第一次降临时那样 受贫穷受藐视 被吐吐沫被击打 以致被钉十字架 对主漫不经心的世人啊 到他再来时 你就再也无法轻视他 忽略他了 他再来时 必带着荣耀 天使天君 为庆贺主的降生时 都不能不赞美上帝 到那日 天使和圣徒 又当怎样的欢呼 将荣耀归于上帝 将平安喜悦归给人啊 博士们看见一颗星 就从遥远的东方 前来朝拜那马槽里的婴孩 他再临时 整个世界 又当怎样承认他是王啊 他骑着驴都曾在 和塞纳的欢呼声中 进入耶路撒冷 到他临到新耶路撒冷时 将会带来怎样的 和平和荣耀啊 他在娶了奴仆的形象时 众人都会惊呼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到众人看见他在荣耀中降临 连天地都听从他时 又会怎样说呢 经上告诉我们 那时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以恐惧之心看待 谈论那日子 对于不知悔改的罪人来说 是适宜的 可对于笃信的圣徒来说 就不适宜了 罪人望见主 必将哀哭 说 那不正是我们 轻慢其宝血 抵挡其恩典 拒绝其忠告 不服其带领的那一位吗 而圣徒却怎能不以无比的快乐欢呼 那正是曾用宝血救赎我们 用圣灵捷径我们 用他的律列典章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呀 我们曾经信靠他 他也从未辜负过我们的信靠 我们曾经长久地等候他 今天终于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突然的 哦 受咒诅的败坏 曾极力让我们信靠世界和眼前的事 还说 何必无休止的等候主呢 如今我们看到 反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基督啊 我们眼前难道不该热忱的 求你的国降临吗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读到的人也该说 来 我们的主曾亲口告诉我们说 是的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快来 二 另一通向天堂的乃是耶稣基督 使人的身体从尘土中复活 并让这身体与灵魂复合的伟大作为 这是上帝无限能力与慈爱的奇妙功效 不信的人会说 这若是真的 那就才怪了 散衣的骨头和尘灰 怎能再变成人呢 让我怀着敬畏之心 向上帝祈求 那使我复活的伟大能力 你可曾想过 是什么支撑着陆地广袤的实体 是什么为汪洋大海界定水域 掌落不止的潮汐从何而来 光芒四射的太阳比整个地球大多少倍 对上帝而言 死人复活 岂非和从无到有 造天地同样易如反掌 我们不要只盯住尸骨 尘灰和困难不放 却要放眼于上帝的应许 作为基督徒 我们当放心将自己死后的遗体 交给尘土 那牢狱不能长久地禁锢我们的身体 我们尽可以平安地躺卧安息 因为前面不是无休止的长夜 我们也不会永远长眠不行 你担心的若是复活时会赤身露体 岂不知那时你会穿着华美的衣裳 你担心的若是复活后流离失所 请不要忘记保罗的话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 必得上帝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你要欣然将这朽坏之躯留在身后 因为你再次得到的 必是永不朽坏的身体 你要潇洒地将这属世的 属血气的躯体留在身后 因为你再次得到的 将是属天属灵的身体 你放弃这身体时 随伴随着莫大的羞辱 然而你要在荣耀里赢得新的身体 你随意软弱 而与自己的旧身体分离 却要在大能中复活 正如保罗所说 就在一煞时眨眼间 号筒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基督徒啊 你现在就可以因这些应许而欢心 因为再过几许 你就要欢庆这应许的睡现了 那就是我们的主必成就的日子 我们要在那日子里欢喜庆幸 那坟墓既锁不住我们的主 也就锁不住我们 他曾为我们复活 凭着同样的大能 他也必让我们复活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所以我们切不可眼睛只盯着坟墓 却要越过坟墓看到未来的复活 而且我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三 圣徒安息的序幕 还包括接受公开而庄严的审判过程 在审判席前 圣徒首先被判无罪 被判称义 然后他们将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 从创世起直到那日 各族各民不分长幼 都必须前来接受基督的判决 这是何等可怖又何等可喜的日子啊 对于忘记自己的主要再来的人来说 他是可怖的 对于等候盼望见到那日的圣徒来说 他是可喜的 那时全体世人都将领略上帝恩慈和严厉 对于即将灭亡之辈 他是严厉的 对于他所拣选的 他满有恩慈 人人都必须将自己所经营的交代明白 人人都必须就上帝所赐的时间 健康 才能 怜悯 苦难 赐恩手段 提醒等等 一一交账 就连他们早已忘记的少时的罪 暗中犯的罪 也必在天使和众人面前 展露无遗 世人将看到 坐在那里审判他们的正是主耶稣 他们曾忽视他 不顺从他的话 辜负他的牧养 恨恶他的仆人 到那时 他们自己的良心将会大声谴责他们 使他们记起自己的一切过犯 到那时 可怜的罪人能向谁求助呢 谁能体会他内心的恐惧呢 到那时 世界也帮不了他 旧日的伙伴也帮不了他 圣徒既帮不了他 也不愿帮他 唯有主耶稣能帮他 不幸的是 他不愿意 罪人呐 曾几何时 基督满心情愿要帮你 可你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而如今 你不得不求助于他 他却不愿再帮你了 这就是你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 也无惧一世了 因为你一向抗拒 那高山岩石的主 他听从的是主的 而不是你的命令 因此 我要在上帝和将要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 及国度面前 奉劝你认真思考这些事 谦卑蒙恩的灵魂啊 你又何必胆战心惊呢 那位不愿使 哪怕挪亚一人在洪水中丧生 又在索多玛的寝妇时 不曾疏忽 哪怕一个罗德 不到他离开就不行毁灭的主 到那日 怎会忘记你呢 主知道搭救敬前的人 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他知道如何在那一天 使他的仇敌惊恐万状 又让他的子民欢乐无比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 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 是律法吗 经上说 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是良心吗 经上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我们的审判者既是不定我们的罪 又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是主曾对行淫之父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 当他说 众人随拒绝你 为你定罪 我却不会时 则比彼得对主说此话信实可靠得多 主对你我的应许是 凡在人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审判我们的将是我们亲爱的主 他爱我们的灵魂 也是我们的灵魂所敬所爱的那一位 这对我们来说是怎样无可比拟的大喜事啊 审判你的若是你最亲密的朋友 你如何会感到害怕 妻子如何会因受丈夫的审判而惊慌呢 基督徒啊 基督难道不曾降世为人 为你受苦 哀哭 流血 受死吗 到那时 他怎会定你的罪呢 他不是曾替你受审 获罪 受死吗 到那时 难道他还会定你的罪 他救赎你 使你重生 成圣 并保守你的工作 岂不是几尽完成 到那时 他难道会让所有这些化为乌有 因此 到那日 我们绝对无需惊恐 且可以确信 我们的主对我们不会有一丝敌意 到那日 让魔鬼站立 让拒不悔改的罪人站立吧 我们却要在那日 欢呼雀跃 在我们欢喜快乐之时 却看到多数的世人处于恐惧战惊之中 在我们被宣告为国度的承受者的同时 却听到世人背叛进入永火 眼见我们本城的邻里 一同聚会的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 在世上比我们有名望的 此时被见察人心的主 永远的分离出去 悲悯庆幸之心 必定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一定是在那日壮观而涉人的意向中 使徒保罗才悲悯地感叹道 上帝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给那些 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 和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的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况且 我们非但与那审判带来的恐惧无缘 还要成为审判者 基督将率领子民 同他一起行使他的权柄 他们将做着认同基督公义的审判 经上写着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还写着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若非基督这样说 如此着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听起来似乎是人在口出狂言 但就连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也做过如此预言 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钱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钱的事 又证实不敬钱之罪人所说 顶撞他的刚复化 圣徒还将得管辖的荣幸 到了早晨 政治人必管辖他们 但愿满不在乎的世人能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但愿到他们看见 天壁大有响声废去 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的时候 仍能有现在的心境 因为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留到不敬钱之人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钱 窃窃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四 对圣徒安息的最后一项预备 则是圣徒被庄严的授予冠冕 并承受国度 因为他们的头主基督 受高为王 为祭司 作为他身体的子民 因此也要在上帝面前 做王 做祭司 永不停息地献上赞美 到那日 正是主基督 那公义的审判者 要将那位圣徒存留的公义冠冕 夹在他们头上 因他们至死忠心 他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 况且 按照他们在地上增长了的才干 他们将来治理的权限也必扩大 他们的尊位也必升高 他们的尊位并非虚名 而是真正的治权 基督将要赐他们 做他的宝座 并赐他们治理万国的权柄 正如基督从父那里领受的一样 不仅如此 他还要把陈兴赐给他 主一边亲自赐给他们产业 一边还要夸赞他们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在你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在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这庄严而蒙福的宣告中 主基督要受圣徒以冠冕 这宣告字字句句都充满了生命与喜乐 来 是主向我们举起金色的权杖 准许我们进入荣耀 此时你可以如愿以偿地靠近住 而无需怕受卧士卖人所受的审判 因为绿列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句已经撤去 这来已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中的来字 那来却也是亲切的呼唤 而此时的来则更亲切的多 你们这蒙赐福的 主既亲口这样宣判我们 我们实在是有福了 原因是尽管世人把我们看作是受咒诅的 我们也很容易这样看 然而主赐福的人必定是蒙福的 唯有他咒诅的才是受咒诅的 因为他的赐福是不可收回的 我父在父的爱里 在子的爱里的人都是有福的 因为子与父缘为一 正如子见证了他的爱一样 父也在拣选圣徒将他们赐给基督 更是差遣基督并接受他熟假上 见证了自己的爱 承受 我们不再是奴隶 不再只是仆人 也不再是未成年的孩子 这与仆人仅在名分上 而不是在产业上的拥有上有别 如今我们是上帝国度的承受者 和基督同坐后四 国 这是名副其实的国度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正是我们的主恰如其分的位分 与他同坐王 则是我们的头衔 享受那国度 有如享受阳光 人人得到的都是完整的 所预备的 上帝既是我们的福分之始 也是我们福分之中 他为我们预备了天国 又为天国预备了我们 这预备是为上帝的决策和命定的预备 为执行他 基督还做了进一步的预备 为你们 这并非只就信徒整体而言 圣徒若不是逐个的个体 就等于根本不存在 这是就你个人而言 那创世以来 这不仅是以亚当堕落后 上帝的应许为起点 而是亘古以来就有的 至此 我们已看到基督徒平安到达天国 并满有荣光的被带入他的安息 在下一章里 让我们再进一步 巡视我们天上的住所 思想其殊荣 试看哪里有荣耀 可与此荣耀相比